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貴賓 各位同學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大學文倩講堂 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 陳文倩 陳老師 歐靖德 歐老師 以及萬冠利 萬老師 歐董長坐中間 哈嘍 您坐中間 因為我講話太小聲 看你聽音音 謝謝 請坐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來我們現場的第一位 是歐靖德齊柏林基金會的董事長 您好 第二位是萬冠利 她是齐柏林的智音 她是我們可以看見台灣這個電影裡頭 除了齐柏林之外 第一個最重要的推手 我們這個稱稱叫做 幕後因此萬冠利 萬姐 您好 上面的title叫台灣阿布電影公司 這就是齐柏林拍攝看見台灣的電影公司 齐柏林走了以後 萬冠利毫不遲疑地 接下了這個棒子 她其實有自己的小公司 她做事情其實是非常認真 又很親力親為的人 她剛跟我說這一年來啊 她累得不得了 睡眠不足 你可以看得出來她是個美女 應該很愛漂亮 她說自己老了好多歲 她是一個我所看過少數最有情有義的人 你們可能聽過說 齐柏林拍攝看見台灣過程中 她冒著生命危險 她募資的困難 她去找企業家 有的支持她 有的直接告訴她說 你有你自己的理想 為什麼你不是自己去賺錢 去完成你的理想 而是來跟我要錢 齐柏林把那一天 當成她人生恥辱的一天 她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說想不到你會生氣的人啊 那個時候她碰到了一個人 就叫做萬貫利 萬貫利我剛才說 她是一家有點像做印郵票的這種 特別的小公司 台灣的中小企業 她創意了這樣的一個文創公司 那因為這個緣故 她就認識了齐柏林 因為以前齐柏林不是空拍電影 而是空拍照片 所以她就認識了齐柏林 她看齐柏林呢 像無助的理想青年 辭掉了工作 也找不到拍電影的錢的時候 她居然跟她說 我回去QQ 我想我可以給你一筆錢 她是台灣的中小企業 那個錢對她不是一個小數目 她給了齐柏林 第一筆非常重要的種子寄進 這是今天她坐在這裡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有很多人 是看不見一些無名英雄 包括齐柏林 她拍了看見電影 台灣的時候 你們看見了她 我那一算 她2017年6月走的 其實才一年多 這一年多來 我們感覺我們發生了好多事 有多少人記著她 是不是大家多數的人都遺忘了她 但是她的父母親 永遠不會遺忘那一天 她永久失去了唯一的兒子 每天早上 坐在他們的小小客廳裡 沙發區裡頭 跟爸爸媽媽問安 最孝順的兒子 她的小孩不會忘記 在那一天 他們永久失去了父親 萬貫利曾經跟我說 一個故事 剛才我們在後面聊天 我們倆個性女人都急 有一次齐柏林開車 他們要去拜訪一個誰 某某人看那個人 能不能站住 看見台灣這個影片 結果齐柏林呢 車子開得超慢 萬貫利呢 很著急 要遲到 就不斷地罵說柏林 你開車快一點好不好 快來不及了 快來不及了 你們剛看到看見台灣 覺得她是一個勇敢的人 冒著生命危險 其實在這一次失事之前 她最後走之前 她已經差一點失事很多次 然後最後那個駕駛人 把飛機快要到 有一次她跟我說 都已經看到那個竹梢的時候 才拉上來 所以她不管哪一次飛行 都會去廟裡燒香 保佑她平安 然後那天 萬貫利叫她車子開快一點 她不肯 她說 萬姐 你知不知道我們一家六口 只靠我一個人賺錢吃飯 我不可以開車快 所以平常的她 謹慎又小心 也知道自己肩膀上 擔負的責任 她的爸爸是誰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請來的 歐靖的董事長 她的爸爸 是榮公處的司機 後來退休的時候 有當到司機的領班 當時 歐靖的董事長 在榮公處擔任總工程師 她知道 歐靖的董事長 要去 國家 高速公路局 你們現在年輕人覺得這個博士很好 可是在台灣那個時候 該高速公路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呢 她要去國公局 的時刻 齊柏林剛好 從敦去高中畢業 然後她就把她的履歷表 給了 歐靖的 總工程師 榮公處的總工程師 要去局長 在你們的年代 你們不太知道 什麼叫做榮公處的總工程師 歐靖的 當然後來大家認識她的時候 就變成台北市的副市長 之前她是曾經擔任 公務工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歐動人會不會抗議 其實我認識好幾個 從榮公處出來 未必當到總工程師的人 可是他們的家境 富裕到驚人 我想您知道 我講的意思是什麼 可是她 歐靖的董事長 自己非常的清廉 回來談 歐靖的爸爸 她就是一個司機 她是一個老兵 然後後來下來就做司機 在榮公處裡頭某一隻 她的媽媽呢 她媽媽是台灣本地人 問了養活一家 他們會滷各種的東西 然後一大早就去擺 就是你們到菜市場裡頭 經過的 賣東西的 可能是賣滷味啊 賣一些東西的人之一 第一份工作 菜市場收攤了 她就衝到一個工廠 幫那家工廠 做 廚房裡頭的工作 就煮午餐給那個工廠的人吃 下午 再去另外一個地方 再煮 所以三份工作了 第四份工作 晚上的時候 去擺夜市攤 因為她要讓她的小孩 可以讀書 所以齊伯林從小的時候 媽媽不在家 她就學了一首好廚藝 然後煮飯給她妹妹吃 他們一家感情是如此融洽的 聽完他們的故事 他們就是台灣這個社會裡頭 最底層對底層的小人物 可是他們很快樂 他們彼此相愛 而且呢 對她的父母親來說 可以有一個在外方 台北外方社區的一個老房子 然後呢 常常去爬爬山 看看大自然 他們就感覺自己人生很富裕 齊伯林從來沒有想過 要給她爸媽什麼太多的金錢回報 唯一的最大的孝順就是 由於她經常在空拍 她就認識很多各種不同的人 包括有漂流木的人 有各種椅凳的人 有這個人有那個怪人 然後還有後代人 她看見台灣以後 有些人很會寫毛筆字 就寫東西送給她 她就把所有這些東西都送給了齊伯 所以他們家最值錢的是 一大塊的漂流木 所做成了泡茶的餐桌 然後爸爸在她死以後就跟我說 這個全部都是小柏林所留給我的 我先把齊伯林的故事告訴各位 然後談到一個人的成長 一個人的出生 很多人常常告訴我 該犧牲的是有錢的人 齊伯林的故事告訴你 他們是這個社會裡頭 時代的被犧牲者 他的爸爸是 很多人告訴我 這個社會只會從事政治的人 才是犧牲者 剛好相反 這個社會是很多很了不起的小人物 他們犧牲他們非常多的青春歲月 最後成就了某些事情 齊伯林的妻子並沒有 沒有太好的在外面工作的能力 所以她得養她的兩個小孩 某個程度她有兩個爸爸媽媽 為什麼還有六口呢 因為她的妹妹 也只是在一個公務單位工作 她很疼妹妹 妹妹的家庭她需要幫一點忙 所以其問就是扛著這麼多的身上的使命 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毅然決然的 在她五十歲的時候 她就決定不要退休金 退下來 那個時候也還沒有年改 她在五年就可以拿到一定的退休金 結果她因為覺得她自己的手 可能到時候體力不足會斬斗 拍的影片不夠好 沒有辦法讓你們產生 或是讓所有台灣的民眾 產生足夠的對土地的感情跟人事 所以她不要了退休金 你到她家去才會知道說 在台北近郊很普通的一個小公寓裡頭 她可以埋藏一個最巨大的 最了不起的理想 就是她這個家 除了萬貫你給她錢 還有一個她的大金主叫做她媽媽 其問你實在籌不出錢了 就跟她媽媽說 你房子借我底呀吧 那是她媽媽 我剛才講的這種私奔工作存來的錢 我們一般人的母親大概把她打一堆說 你這腰小金啊 我幾十人賺哪錢 你給我拿去做什麼 她媽媽說 反正我本來什麼都要給她 既然是她的理想 我就償全她 媽媽就交給她 她摔下來的那一刻 我就在想 她不會貸款還沒有還吧 因為她不是那種電影導演或是文人 說一賺了錢 就放口袋裡頭去投資什麼東西 她不是這種人 她有可能為了要拍看見台灣2 又把賺來的錢 又買去買更高級的陀螺儀 或是幹什麼的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陀螺儀掉了 然後她告訴我 還去買了一個4K陀螺儀 我就說 不會是那個掉了吧 果然就如此 所以她爸爸媽媽的房子 沒有還貸款 我在想 她每次 有好幾次 差點摔死 最後就拉上來 那一刻她可能 很希望 自己可以被拉上來 但是最後她知道 她必須死掉 她就把手機丟出去 這是她的家人告訴我的 然後因為這個整個飛機都爆炸了 她燒得面目全非 焦黑的屍體 然後最後屍體運回來 台北在殯儀館的時候 沒有人看得見她的面目 因為是全部都是紗布 把它纏繞起來 但是她刻意把手機扔出去 那一刻她在想什麼 我想她在想她的父母親跟她的家人 她希望這個手機留下什麼 可是那手機摔壞了 所以沒有人知道她要留下什麼 她可能想到的是 我爸媽的貸款沒有還 我爸媽不會被趕出去街上沒有房子住吧 後來很多人的幫忙 她的父母親留住了自己的房子 沒有被趕到街頭上 所以今天我們所聽的很多故事 其實來自於一個人的熱情跟理想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剛才 歐靜德董事長是一個很認真的工程師 她就問我說 文謙我們待會兒要說什麼 她準備了一個PowerPoint 待會兒我還一個告訴大家 是她支持齊博林做空拍 當她爸爸把Resume給她的時候 歐靜德問她說你會什麼 齊博林說我什麼都不會的 可我會設 那是歐董事長把她想出來 這麼一條路 她有她的熱情跟她的理想 然後她也看到齊博林的努力 然後她一直成全著她 對歐靜德他們全家來講 對不起 對齊博林他們全家來講 歐靜德董事長 如他們家裡頭的另外一個家長 對齊博林的爸爸來說 他是他永遠的長官 是他們家的恩人 而對我們所有台灣這塊土地 如果我們仍然珍惜這塊土地 還有一些有理想的人 想為這個土地做些事情 齊博林是我們永遠還不老的人情 齊家是我們永遠虧欠的對象 而萬貫裡是創造這樣一個令人感動故事裡頭 最了不起的推手 當他們在推這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目前你看不到他們 他們也從來不會炫耀自己 請我們各位在場的同學們 給這兩位貴賓 一個非常感激的掌聲好嗎 謝謝你們 然後我們的工程師要上場了 總工程師 我們請歐靜德董事長 他很認真地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空拍跟一般的攝影會如此的 對別人來說是如此的不同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繼續和兩位貴賓聊天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同學好 很高興來到你們學校 其實我大概是第二次來 以前很多年前我來過一次 那麼我在談齊博林跟空拍之前 我先告訴大家為什麼要空拍 因為我自己從大概民國六十年 1973年 我回台灣的時候 第一個工作就是中山高的規劃設計 從那個地方開始 當然我做一個年輕的工程師 並不太懂很多技術的問題 專業的問題 甚至環境的問題 我都不是那麼了解 那麼跟著就在做 那麼後來慢慢的 我做完十大建設 當然也做桃園機場 中鋼 台中港 各個建設都有機會 覺得很幸運參與 後來我到新加坡去 幫新加坡設計他們的中央高速公路 幫馬來西亞設計南北高速公路 幫印尼設計他們從加坡到斯拉巴亞的高速公路 那時候從那邊的感覺 又覺得說這個公路對國家的發展 實在是太重要 那我在這個差不多85年以後呢 我榮工處找我到榮工處當總工程師 我自己是覺得說 有機會從設計到施工 那麼榮工處當時是台灣最大的營造單位 一萬多人 那麼接著政府把我徵召到交通部去 要我負責推動台北到宜蘭的高速公路 從規劃設計開始 然後後來又覺得說 要把全台灣的高速公路再提升 那麼要我擔任這個國道工程局的局長 那這個是1990年 那麼那個時候剛剛文芊姐特別講了 其實我在榮工處的時候 因為剛好跟齊柏林的父親認識 所以他父親就說 你可不可以 我孩子可不可以到你那兒來做事 讓我後面把這個故事再告訴大家 大家現在看到這一張照片 大家仔細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1978年國道一號 就是現在中山高的泰山的那一段 這個是通車的時候 我們中山高是1978年的10月31號全線通車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呢 事實上你在這看 中間並沒有分隔島 中間是個綠帶 並沒有現在都有護欄 三個車道 看到有幾部車子 這是我們通車以後了 你仔細看 並沒有幾部車子 那麼 1978年 1978年 這一張是1990年 同一個地點 你可以看到 1978年那時候有幾部車 可以1990年只不過12年以後 整個高速公路都擠滿車 你要想想台灣的經濟發展 高速公路是有很大很大影響的 12年時間你可以看到 同樣地點的路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從台北出來往南的 第一個交流道在三重 你仔細看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一個空罩 你可以看到 這個高速公路交流道的 選的位置 因為我們在選的時候 一定是選比較空曠的 才有辦法做那麼大的 所以那個附近就沒有什麼房子 對吧 你看到這邊是空的 這邊整個是空的 這邊你看到這個路 還有一條路可以接上去說可以轉 事實上這個在設計上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邊有車子要走這個車道 這個車子如果載出來 這個是很危險的 可是當時都覺得這個車子不多 車子很少 可以 你在看交流道的上面 什麼車 什麼房子都沒有 這1978年 1996年 你也可以看 你剛剛看的那條路 我剛剛特別指的那條路 不能接 不可以 太危險了 切掉 可是這邊都變房子了 這邊全部都是房子 剛剛都是空地 全部房子 上面你可以看到 照片照不到的地方 都是房子 那你怎麼知道這些 我說你這一張空照圖 你從空中的照相 一看你就知道 它在十幾年以後的變化 那你再回過來 如果說你在十幾年前做設計的時候 你要不要考慮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說 你為什麼把 現在在跑人說 你怎麼把交流道放在一個 都是房子的地方 大家都擠在房子裡頭 事實上做的時候 這個地方都是空地 對吧 那你對環境的衝擊各種影響 你一張空照圖 勝過你講多少話 你在課堂裡頭教學員說 這個原理要怎麼樣 都不如這樣一張圖 我接國道局局長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想法 我說我應該把 現在還在規劃中的空地照下來 然後開工的時候 什麼樣子 完工的時候什麼樣子 完工的時候什麼樣子 通車以後十年是什麼樣子 通車二十年以後是什麼樣子 可是你要照這個照相 如果是這樣照一張 那樣照一張各種不同角度 隔二十年以後 你不知道這一張 是跟前面一張的位置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剛剛這兩張 這一張是齊柏林幫我照的 前面那一張我拿給她看 我說齊柏林 以前那個位置 我是這樣照 你可不可以再去同樣的位置 照同樣的一張 角度要一樣 這樣子你一看你就可以比較 對不對 離這邊往下走 這個到第二條高速公路的時候 到台南附近有一個東山服務區 你們可能都不曉得 這東山服務區設計的時候 當初在選地點的時候 我就說千萬不要用到龍田 那麼找一個位置 這個地方就是山坡地 這個地方是小的山坡地 都是樹木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要用那個龍田 然後用這邊做一個交流道 做服務區 以前服務區人家做兩邊 我說不要 做一邊就好 把車子引過來這邊 然後集中在這裡 可是這一張照片回來的時候 我一看我說 裡頭一大堆有一棵大榕樹 他們告訴我說 這一棵大榕樹 我說這棵大榕樹很大 他們一看說 這個算至少有三百多年以上 那我很簡單 我告訴所有的工程師 來要競爭設計的建築師 我只跟他講一句話 不管你怎麼樣規劃 這一棵樹不可以動 怎麼挖都不能動 這一棵樹最好把這一棵樹 當作一個資產包覆下來 局長你這麼說 我們就這麼做了 這一棵樹 你看到所有的建築繞的 現在建築物看到的就是這一棵樹 只要一進這個服務區 車子開進來 就可以看到這棵樹 按照我們統計 這個服務區 是現在亞洲有高速公路服務區 最大的一個 但是這一棵樹一定在那裡 從房子的服務區的每一個角度 都要看到這一棵樹 那你從空中再一照 齊波林派這一張 你就可以看到說 還好我們那時候做了這個決定 你可以看到這個保護 你通常在做設計的時候 你看到的圖是這樣子 你在做設計的圖 這個是三陰交流道 你說這一條線要這樣走 這一條弧度多少 半徑多少 這個曲線是這樣 這是三陰交流道 那一條到三峽 那一邊到土城 那一邊到櫻戈 那一邊到櫻戈 這工程師看得懂 對吧 可是一般你們看得懂嗎 你看大概知道 但是我希望大家所了解 我這樣一做以後 它的影響是什麼 空中的照相 齊波林照這樣一張 你跟剛剛的那一張圖 你看到的差別 這個交流道 你回去看剛剛的那一張 你知道 你注意到這個扎道 是要這樣繞一圈下去 你看到了這個扎道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山頭 這裡是三峽 去三峽 這邊是到櫻戈 那邊是到土城 那邊是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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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人 沒有那邊是湊 沒關係 還有湊 但是湊 那邊是湊 然後湊 湊 所以湊 他把湊 那邊是湊 但是湊 那個湊 湊 湊 今天的 今天如果你去找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這一塊空地 就是現在的國立台北大學 全部的高樓都在那裡 完完全全變了樣子 人家當然說 你怎麼學校蓋到三峽那麼遠去 可是這個地方已經完全變了樣子 今天台北還有台北市有公車 都直接到這個地點 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就到了 那時候三峽大家覺得好遠一個地方 可是現在完全變了樣子 這一張是1980年的新竹交流道 也是以前造的 新竹系統交流道旁邊 你知道那個交流道出來 旁邊是新竹的科學園區 那邊龍山國小還在操場 還在蓋房子還在蓋 邊上空地 現在這一棵綠有很多樹的地方 是現在焦大的位置 但是那時候也沒什麼建築 你可以看到的 那時候這裡也只是做 如果很理想都有空位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 所謂我們叫做木葉型的 這一個四個分開的扎道 讓它每一個方向的車子都可以進來 可是那邊因為有一個國小 沒有辦法把它拆掉 所以就覺得說一個扎道就可以了 事實上今天這個科學園區 在當時剛剛開始 有一個國小的車子 可是經過到了1996年 新竹的這個交流道 大家看到剛剛 邊上的科學園區 整個完全變了樣子 龍山國小 現在這裡頭如果看得很清楚的話 我不曉得 因為這個燈光打在上面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如果看得很清楚的話 你可以看到龍山國小 現在還有這個P1的跑道 很好 但它後面原來都是空地 現在邊上的房子一直蓋過去 也不過十幾年的時間 十幾年在我們人生裡頭 是很快速的一個 可是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說這個影響 我們當初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改 這個就是你從空中的高度 來看一個變化 整個社會的變化 所以齊柏林當時呢 就配合造了這些 其實這一本書叫《道路鄉情》 是齊柏林第一本空拍的作品 裡頭全部是二高的 第二條高速公路 每一個地點 它從空中看的情形 你看到這一條婉顏的 這個就是北二高的路 完全那時候我希望它造的都是 從美的角度 我說你要看到高速公路的美 高速公路的施工裡頭很多 包括工人的流汗 我們考慮的一些綠化的成果 都在這一本書裡頭 這個是齊柏林 第一個 今天看起來有點深色 就是好像還很粗淺的 但是這是開始的一個處女座 我後來做高鐵 我這一張就放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 左手邊這個是高鐵新竹站 新竹站高鐵是2000年開始動工 這個地方有一個紅點子的地方 就是現在高鐵站的位置 可是2007年高鐵通車了 可以看到車站在這一個位置 這個車站高鐵新竹站 這一條高鐵的路線 這邊原來都是綠地 現在你看到的道路出來房子 你今天如果今天2018年 已經11年以後 如果 這是常常我覺得 一談到這個都有點感傷的就是 如果齊柏林在 我又有一張可以看到今天的變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空拍 你從一個更高的高度 來看我們的國土的話 你是會有很大很大的感觸 你也會有不同的作為 那工程難免都從經過的歷程裡頭 各種經濟發展都有某一些進展 你說你完全沒有經過那個痛 你沒有辦法達到那種成果 你要做路你一定是要挖 你一定要是開拓 可是你要知道它十年二十年以後可能的變化 你就知道你怎麼樣去兼顧經濟發展的原則之下 你還能夠保持環境的美好 這個是我一直希望說我們去努力的 那你就要從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比較遠的 齊柏林 那時候來他父親說 齊柏林你去找歐仙 那我自己親自interview他 面試 我第一句話就問他 齊柏林你工程 懂嗎 就是工程單位嘛 你工程會不會設計說 他說歐仙恩對不起 我哪裡會設計 我現在剛剛從學校去到 我也不是學土木工程 那我對這個公路一竅不通 他就很老實的講 那我想糟糕了 這個我要怎麼樣用它 那我就問他第二句 你喜歡什麼 他就笑起來 我喜歡照相 你喜歡照相 好啊 我說我有一個工作 我可以用你 但是你要答應我做二十年 他認一下 我說 我希望把現在的第二條高速公路 從規劃開始 就做空中照相 我就把前面有幾張 以前中山高的 我讓他看 我說你要幫我照這些 而且這個工作 還不能隨便找說 這個人照那個角度 那個人照那個角度 最後一大堆照片配不起來 一定要這個人要知道 所以開始前幾次上飛機 我一定跟他一起上去 我說你照這個角度 照完回來看 下一次照這個 你要記住這幾個角度 你就照這個 然後我希望二十年以後 這些東西放在一起 所有看的人都會覺得說 原來我們高速公路應該要避免什麼問題 應該做什麼都可以了解 這個是對國家發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他當然當時也半信半疑 不過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如果你能夠堅持做這件事 我可以告訴你 二十年以後你是中華民國 唯一的最傑出的空照專家 二十年以後他真的變成這樣的一個專家 但是他非常努力的 用他的一切去 有一天他送了一張照片過來 他說OK 你記不記得這張照片 他後來拍看見台灣 但是 很多人還問我說 後面這個大概看起來像齊玻璃 沒錯 前面這個好像不太認得 我說歲月不饒人 不要忘了 這已經是快三十年前的照片 但是後來二十幾年快三十年以後 他拿了金馬獎 他同樣來說 歐先生 我們兩個可不可以再照一張照片 我那時候在負責高速鐵路 我擔任高鐵的董事長 他到我辦公室來說 這個金馬獎啊 可不可以跟你分享 我說謝謝 我有這個榮耀 其實我後面的照片 牆上掛的照片是高速鐵路 高鐵的車子在飛奔的時候 所以 這樣一個偶然機會 他有這樣的心 然後他拍了很多以後 他後來漸漸漸漸漸自己的作品 越來越豐富 他就看到台灣的美 他後來完成了好多本攝影集 那麼的確他也帶給我們一個新的思維 所以我在這兒很簡單的跟大家說明 一個人他有決心 他有興趣 他願意他就可以投入這樣的一個事情 謝謝 我剛剛去台下 我發現我的頭擋住了 你的高速功能還有那棵樹的幾率很高 所以就走下去了 謝謝 謝謝我們感謝歐董事長 謝謝他 他後來當了高鐵的董事長 可是他現在全身身上有好幾個重要的基金會的工作 現在的這個董事長 跟以前的董事長 並不一樣 沒有薪水 沒有酬勞 只有汗水 很了不起 一身為國家奉獻的人 謝謝你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回憶一下 在這個過程當中 齊柏林有告訴過你 他好幾次空難 差一點發生嗎 其實我記得最後幾次聚會 因為他拍了這個看見台灣以後 後來他又來找我說 歐先生 我記得有一次我剛好是到高雄去開會 他上了車他怎麼跟我做一曲啊 我說 原來他打電話給我的秘書 說問歐先生坐哪一班車 然後買哪一個位置 他說他就去買同樣的位置 他就跟我從台北一直坐到高雄 那差不多這樣子呢 你反正在車上 然後他就跟我談 說他想看見台灣的第二集 那麼他問我說 那應該拍些什麼 怎麼樣來發現台灣 就產生一個新的未來 當然我今天跟萬董也在講 我當然因為我做工程出身的 我很自然我就會想到說 我們過去工程 雖然我們一定要經過一陣陣痛 但是我們也有犯錯誤 那這些錯誤要怎麼樣避免 就是我們要從一個更高的角度 所以我說台灣有很多的這種 我們的經濟建設 我們的海岸線 我們的海岸線 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菱形怪在那裡 就覺得真的是那種 這個這個 一方面自己也很慚愧 說我居然我是做工程 我沒有能力去影響到這些 然後看到海岸線漸漸的被侵蝕 有一些也是我們 比方說我們做台中港 我們就影響到占兵的這邊的 這些海岸線的變化 可是在做的時候都以為 我們很不錯 我們從無中間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計畫 然後但是你發現你所種下的東西 可能在後果可能要很多年以後 那我就會希望說 以後能夠避免這些 所以就跟他談到說 如果看見台灣 是不是把這些美的東西 這個損壞的東西 我們用有系統的來談 那他是非常用心在這個上頭 他真的是 我自己覺得很高興就是說 在當時 我想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然後我說 比方說地盤下線 我就想說 我想要談地盤下線 他大概一兩天 他就好幾張照片都送過來 我一看說 對對對 我就是要這些 你能夠從空照裡頭很快的去反應 然後我才發現他照了非常多 那他就使命感越來越重 他自己就覺得說 他一定要堅持 以前我覺得說 這件工作是交給你的一個工作 後面他是完全自己一個充滿熱情的 所以常常讓我很感動 你剛剛談到他的危險性 到了最後 我一直都記得到他去世的大概前一個多月吧 我就在 我請他吃飯 我就跟我小孩 我們在家裡一起 他就跟我講了說 他說他現在很危險 他覺得 他覺得每一次飛機 然後張照片 他說 我往下墜的時候 那種感覺 他說 我就以為 這是我最後一次 沒想到 這一個多月以後 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也是 我記得有一天 我後來跟齊媽媽 跟他太太 跟我齊柏林的父親 我又請他到一家飯店去吃飯 我說什麼也不該 我跟他講說 我最後一次請齊柏林吃飯 就做這一做 齊柏林就在講 會掉下來的事情 結果 他妹妹當場就嚎啕大哭 我就覺得說 我怎麼這麼殘忍這樣 我只是想跟他講說 其實我請你來這裡 吃飯是有原因的 我們可以看到 歐盈德董事長的感情 不過他想辦法忍住 然後就看著我 把麥克風交給我的 那天齊柏林 你知道他過世的消息 是什麼時候 我聽說當天下午就去了他家 對不對 你的麥克風 那天 就當天 大概 他大概幾點鐘 等一下 對 我大概是 一點多的時候 因為我那天 帶了我的小孫子出去 出去玩 在公車上 正要回家 正在公車上 然後 電話進來 說 齊柏林 我嚇一跳 我完全不能相信 我趕快就下車 然後 把電話進來 然後就打電話 給他妹妹 說 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後我兒子 因為我的孩子 我孩子跟齊柏林 他們都很熟 因為經常一起 這個 像兄弟一樣 結果 我兒子也馬上打電話進來 說剛剛 新聞講說 齊柏林那個 爸爸 你是不是 所以 我也幾乎不能相信 我 趕快跟我太太 立刻就趕到他家去 就當天下午大概 我大概三點多吧 就到他家 那裡 很遺憾 很遺憾 其實我過了一段時間 去他們家的時候 齊媽媽常常 就看著外面 因為他們家 前面 就在外房社區前面 都是一片樹林 那齊柏林老師就會從 那個樹林 大概走進來 然後到他們很小的一個 非常非常小 因為那是一個很老舊的公寓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花園 但那個花園 他養了幾 弄了一個魚池 然後自己用很突發煉鋼的方法 弄了一個小景色的地方 然後其實 大概只有一大跨步 可是他們就搞得很特別 他就一直站在那裡 一直往窗外 然後就流眼淚 他站窗外一直流眼淚 他都不太能夠睡覺 所以那時候我 還特別幫他安排了醫生 因為他媽媽有心臟病 那那個醫生就騙他 說你吃這個藥 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那是安眠藥 因為他都不能睡覺 他怕心臟病發作 那 他 他當時站著一直站著站著 我在跟他爸爸講話 他媽媽就一直看外面 他妹妹就跟我說 其實那個時候 然後 當他們知道齊玟琳要走的時候 他爸媽好幾次 都想要兩個一起走 就覺得我太痛苦了 我們年紀也這麼大 我們一起走 齊玟琳的妹妹齊逸琳說 後來 每次看到她 她說由於我太無能 我太需要人家幫助 所以他們為了我 只好又活了下來 這樣 當然她很客氣 齊玟琳表達她對人的 照顧模式也很特別 他們知道我跟齊玟琳是朋友 齊玟琳表達她跟我有疑的方法 是最特別 她是我生命中的一隻鳥 因為她每一次呢 只要經過我住的地方 她就拍一張照片 說 我今天 姐我經過你家了 然後就把照片傳來這樣 我只有一次她傳了一張照片 兩次 是跟我家沒有關係的 一個是她在河北 她被那個 她要拍那個河北的霧霾 然後被那個公安趕 然後她就跟我說 這裡好可怕 公安來了 我要趕快走 我還在趕人呢 她還在追我 我說你還在 你趕快跑 當然你 我說那個不是公安 那個一定是那個工廠的管理員 可是他們可能會打人 你趕快車開快一點這樣 她說可是我還沒有拍完 什麼種人 她說她還沒有拍完這樣 我說 你先溜了明天再回來拍 你真的會被揍這樣 那另外一次是她拍台中火力發電廠 我第一次知道台中火力發電廠 有這麼多個煙囪 然後拍這麼多的煙灰出來 1750拍照給我看 1750拍照給我看 而且她拍的是影片 又是照片又是影片 那那個時刻 看到就很吃驚 但是她拍照片給我的時候 她是要說一句話 她說文貞姐我把這個照片傳給好多人 結果以前跟著我 叫我來牽手飯盒的人 沒有人要理我 可是我看得很可怕 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煙囪 排這麼多的空污出來 她本來的看見台灣二 有一部分是獻給台中人的 她想天天地經過這裡 好好的拍攝台中火力發電廠 真正拍出霧霾的情況 她想要去拍全台灣的煤炭發電廠 她也想拍中國大陸的煤炭發電廠 她的看見台灣二 已經不是看見台灣 當時她說她要去買陀羅伊4K 我覺得我比起她 很多人常常說我太天真 太浪漫 我覺得齊柏林才是 因為我跟她比起來 我實在是一個又現實又無趣的老太婆 她要提早退休 我跟她說你搞啥 你就一邊拍 一邊等退休金 人生是很現實的 她不行我的手抖 結果她就辭職了 所以我就比她現實 比她妥協 她還看見台灣二 她說她要用4K 再去買一個很昂貴的幾千萬的陀羅伊 我知道她第一筆錢籌來很不容易 第二筆錢會比較容易 跟我說你這個花錢方法 你會不會前面的陀羅伊這麼多錢嗎 然後又拍4K 為什麼 她說現在已經走向8K了 我是走向8K 你要追求技術嗎 她說不是 我告訴各位她想拍的 她看見台灣二是什麼 她想拍台灣是整個亞洲跟整個所有大洋的一部分 她想要拍有些原住民 如何從南 太平洋 巴布亞 西紫內亞 那個地方一直滑 獨木舟 滑到了台灣 有的滑到了紐西蘭 有的滑到了哈瓦爾 然後她要拍全亞洲的霧霾 我說我告訴你 你在中國會不會打到殘廢 在印度 你會不會殺死 你若是女的就會被強暴 你是男的你可能會被殺死 因為她想要拍整個亞洲所有的霧霾 我告訴她說 你知道這個費用多少 事實上啊 她之前已經用了很多費用 做了前置費用 她用了很多無人機去拍 那時候無人機已經出來了 為什麼她要再買一個4K的陀螺椅 第一 她說我要拍這整個海洋的所有的過程 我要讓所有的台灣島嶼上頭的人知道 我們是地球上頭的公民 我們一同呼吸霧霾 我們一起製造霧燃 然後我們的祖先很多來自同一個地方 因為她反省了看見台灣意義 有那麼好的票房 有沒有那麼多人關注 有那麼多人流淚 可是改變怎麼那麼少 只是她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用各種方法困難拍出來的電影 她要的不是票房 她不是導演 她並不想做一個賣座很好的導演 她不是來說一個動人的故事 她是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冒她的生命 然後她就開始反省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有一個兒子 當時在台大年中文系 那個時候呢 台灣的某些憤怒的年輕人 有一些強烈的意見 她跟他的兒子在家裡就經常吵架 您不知道這個事嗎 跟齊桓 跟齊桓 那齊桓有他的意見 然後跟他爸爸吵架 他爸爸就覺得這個齊桓的意見啊 太狹隘了 所以這部片子呢 某個程度 它是獻給年輕的你們 讓你們知道 如何用一個更寬廣的角度 來看這個世界 來看自己所出生的地方 然後當時他很大的一個重點 不再是只拍台灣的環境破壞 因為只在看見台灣已經拍得差不多了 那因為這樣 所以他得買那個陀螺儀 理由是什麼呢 他說啊 2K的陀螺儀拍不出那個獨木舟裡頭 讓陽光灑下去 你在滑舟的時候那個水紋波浪 都沒辦法拍出來 它要讓你感動一件事情 燈刷櫃帶完 八部新吉內亞 這個標怪我剛剛講露了 連張室某前程去參加APP 他都問我說那國家叫什麼 他都快點念不出來的 八部新吉內亞 OK 最近還被改名叫牛吉內亞 他要拍那個 他也去了馬來西亞 也去了婆羅洲 去了雨林 都用了無人機 全部都拍過了 他得出一個答案 無人機拍出來的是沒有感情的 真正的空拍攝影 他人得上去才有感情 所以很多人說 有無人機的幹嘛這樣 我告訴你 應付你 他就可以用無人機拍 但是他想感動你 所以他冒著生命危險 也上太空 上上到那個空中去了 第二個 他為了想讓你強烈地感受到那個 古老祖先渡海過來的困難艱辛 跟著整個大洋裡頭 所有的不同的居民的流動 他就花了幾千萬去買一個圖路 而他是個窮狂蛋 他沒有把看見台灣一賺到了錢 立刻變成自己口袋裡頭的存折 再去買一些東西 或是給自己添任何東西都不是 他就是把它再投資到看見台灣二 直到他追擊為止 追擊之後的故事 我來請萬貫李董上說 他們決定成立齊柏林基金會 按理來說應該一呼百應 那台中亞洲大學是在這件事情上 辦一個很了不起的角色 因為當時齊柏林突然往生 那要趕快辦他的攝影展 台北那時候吳清友先生還在世 我就跟林懷銘老師兩個人商量 我就跟懷銘說 你打給吳清友 吳清友嗎 我可以馬上打 林懷銘好高興 他那天 林懷銘痛苦到像一個小孩 平常我們大家都覺得 林懷銘像巨人一樣 林老師 大家都稱呼他 可是呢 他看到齊柏林走了 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因為他覺得齊柏林這個社會 是覺得他太痛苦 而且齊柏林曾經開他的雲門 空拍給他一張照片之後 就覺得他少了一棵樹 他說林老師你喜歡什麼樹 他說他喜歡桂花 齊柏林就想辦法搞一棵桂花樹給他 所以他想到這個孩子 他想到他的死 他就覺得我能夠做什麼 結果林老師就坐在那裡很無助 特別因為大王十幾歲 可是他突然把我當成他的媽媽 就不斷地跟我說 我可以做什麼 然後就一直哭這樣子 我就說 我們應該做ABCDE 然後其中一個就是我們辦他的攝影展 攝影展 很多檔期不是要很久嗎 我說台北用成品 你打給吳慶勇 吳慶勇嗎 那個我可以打 他就突然變很高興 就覺得他可以do something 我就說高雄你打給陳菊 他親自打給陳菊 陳菊就跟他說 這個都是我的副市長史哲 我來家嗎 他說不用不用 你給我史哲的電話 史哲是一個對我來講都是小鬼 結果林老師就去打電話 非常客氣地拜託他 我說台中我包辦我打給亞洲大學 那就請了亞洲大學的 一個創辦人之一的女兒 就告訴亞洲大學 然後就在安藤忠雄的美術館 立刻地就把趙無極的擋起 往後沿 把正在展覽的 把人家切掉 早提早切掉 然後就做了一個齊柏林的攝影展 但是成立一個基金會的過程 要找到一個地方 讓齊柏林的辦公室可以辦出來 因為這是他用生命換來的很多空拍 過去不管是照片 還是影像 我想很少人敢再飛上去 他往生之後呢 我找了一個企業家幫忙 就是郭台銘 郭台銘覺得他很欠舊 他說因為齊柏林一直要找他 他沒有時間見他 他後悔得不得了 他說我應該見他的 然後我應該支持他的 我應該買一台飛機給他用的 所以他覺得他很欠舊齊柏林 而且更不認識他 郭董根本不認識他 他說可是我當時真的很忙 我就每天在處理事情 就想說這個以後以後以後 我也不是不想見他 怎麼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齊柏林出事那一天 我知道齊家的貸款 非常的很現實 他馬上月底就要交房貸了 錢從哪裡來 我要找一個做決定最快 而且不會考慮任何厲害得失的人 我第一個想到的 名字之一就是郭台銘 然後郭台銘呢 我就留話給他的秘書 他的秘書呢 就告訴他 他說董事長 現在人在哪里哪的飛機上 然後呢在專機上 一下飛機就打給你 一下飛機 他立刻打給我 我打給他 兩分鐘之內他就告訴我 文倩三千萬到五千萬 你自己判斷 我都可以 由你來決定 然後他就自己一直在電話中 一直對我忏悔 他不應該讓這個事發生 他覺得還有錯 這是郭台銘 但是在成立基金會之後呢 等到一段時間以後 基金會要成立 並不是真正的重點 是要找地方 找地方呢 在台北市遇到了各種不同的奇奇怪怪的困難 我也至今找不出答案 然後最後是新北市 也是歐董事長幫忙 然後在萬貫立斗上 所有的努力之下 在台北的淡水 現在有一個齊柏林基金會 然後可以終於開始運作 你們注意齊柏林每一年 基金會都會出年曆 2018年的年曆印出來 2019年現在也印好了 印好了以後呢 萬貫立董事長 他立刻告訴我的 不是說文獻姐 你幫我宣傳幫我賣 不是 他說文獻姐 上次去年的時候 你幫我們把這些 看見台灣還有齊柏林的照片 送給台北榮總 93兒童癌症病房 還有麥當勞叔叔中途之家 因為這些人都是得很重的疾病 他們終身不可能爬玉山 不可能看這些地方 他說 要不要我再捐贈給他們 文貫立是一個充滿了柔軟的人 但是他做得好辛苦 我才想他這麼辛苦 我們這個社會 是不是也照應出 這個社會的某些問題 都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請萬董談一下 你看起來很溫柔 可是你充滿了狹義 從一路這樣子一直到現在 談談一下大家 我們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心裡想說 其實他是個年輕人 他可以做什麼 你們的基金會 將來他們可以參與什麼 好嗎 謝謝 謝謝文獻姐 還有謝謝歐董 還有在座的 所有亞洲大學的同學 大家好 我跟齊柏林認識大概有 我們在1990年 他到國公局之後 因為我是本身做平面設計的起家 齊柏林他需要做 把他所有拍的攝影專輯 都要編成所謂的一本書一本書 我是做平面設計的 我們會從文字一直到 把他做編輯 設計到印刷出來 也因為這樣因緣的機會 我就跟他在工作上認識 這20多年來 其實我跟他也沒有這麼熟 都是在工作上比較有接觸 一直到了2009年 八八風災之後 他有一天就跑來找我 拿了三張八八風災的照片給我 然後就給我看 看完之後 他當下自己也非常的難過 他說 他說 他說萬姐 他說我從來都沒有要 想要找你幫忙什麼 可是他覺得 這是他的一個想要做的事情 他覺得如果今天他不做 他會來不及 我一直想說 有怎麼樣那麼激動 他說他在空中 第一次掉下眼淚 就是在八八風災的時候 他在小林村上方 他看到整個小林村 在一夕之間 在一夜之間 有398個人 在一夜之間 都被淹沒了 他因為對台灣地景 飛騙了20多年 他對每一塊台灣的土地 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當他看到小林村的時候 他非常的有感覺 本來是這麼樣的一個 農民的一個村莊 可是在一夕之間沒有了 所以那時候他非常的感慨 所以他來跟我說 萬姐 我想要拍部電影 他說如果說你可以支持我 的話 他說我會覺得 我在當下馬上就來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因為我其實不懂 我要跟阿講 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紀錄片 我對電影也沒有那麼的熱愛 然後所以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聽他在講啊講 我就心裡想說 我就問了他一句話 我說我為什麼一定要支持你 我就問他 他說萬姐 如果今天我們不做 他說他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說他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他是全台灣兩千三百人的眼睛 他想讓他把它看到的 讓全台灣人看見 所以而且他現在看到這麼多的 他從拍台灣的美麗 然後拍到 他看到非常多台灣的殘破不堪 他覺得這樣子的畫面 他不得不了感給大家看 他說他希望從今天開始 大家如果能夠看見台灣 然後因為看見 然後你能認識 然後你了解之後 你就會疼惜台灣 他想要把這種心情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 跟他一樣能夠看見 那時候我盤算盤算 就像剛剛文雀姐講的 其實我們這種做設計其家的小公司 我真的沒有多少錢 那事實上當初齊柏林 他也不是第一個要找我 因為他也知道我完全沒有錢 他那時候找的是另外一家 比較大的那種營造廠的老闆 那也不知道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營造廠的老闆呢 結果後來就跟他說沒有預算 那其實他已經那時候 他已經當下決定要出來 然後後來我盤算了一下 我大概有一點點 這二十年來的一些資金 那我想一想 他說因為是為了兩千三百萬人 拍這部電影 那我心裡想說 如果我這一點點的錢 如果能夠幫他完成這樣一個愛的話 我就覺得這一點錢 就變成一個小小的資金 能夠變成一個大大的愛 那對他來說是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後來我就支持他拍了看見台灣 可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電影真的就這兩個人 就是我跟他 因為那時候我還跟他說 我說柏林 我說萬姐沒有多少錢 我說你肯定買這財設備要三千萬 我說我們兩個也湊不到三千萬 所以後來他還在繼續找 我記得他大概找到好幾個月回來跟我講說 他說萬姐沒有人要支持我 他說居然還有人問我說 這很好笑 那時候我也不懂 他就說萬姐什麼叫做business model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做管理學院的 就是商業模式 他就問我有一天問我說萬姐 什麼叫business model 我說我也不知道 他說什麼叫商業模式 他說萬姐你開公司你應該懂 我說我開公司就呼嚕呼就這樣開了 我說我當時就覺得說不想給老闆請 然後就覺得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 我就開了 我從來不知道還要寫個計劃 然後寫說business model是12345 我也不懂 他說因為有人他去募資金的時候 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不會告訴我 你只是為了拍一部電影 然後就花個三千萬 買一台陀螺儀回來 那你之後的營運方向呢 就問他所謂business model 他就問我 我說我也不知道 他說那你怎麼回答人家 他說他也不知道 他說他只知道 他會問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派一部大家看見台灣 希望大家因為看見 認識台灣之後疼惜台灣 然後每一個人 都可以從你自己身上 從你自己的行為去保護 去愛護你自己的家園 那後來我們兩個 後來本來我的資金 就本來自己身上還留了一點 那因為他湊不到第三個人 那之後我就自己把我所有的給他 給完之後其實當然不夠 不夠我才跟柏玲說 柏玲萬姐就這麼多了 我說你可能也要拿一點錢出來 那所以柏玲這時候 很不好意思跟他媽媽開口 他身上是真的沒有一毛錢 他就跟他媽媽開口 然後他媽媽也真的意不容辭的 而且他媽媽真的很支持他 就拿了他媽媽的房地產 然後他去貸款 我們兩個才把這筆錢湊足了 把我們的脫落液才帶回來 然後我想這個都是之前 大家都比較知道的故事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齊柏玲在去年的6月8號 我們在華山藝文園區 舉辦了看見台灣2的開進記者會 然後當天晚上我還跟他 我們還恭賀了一下 因為都從新加坡很多好朋友來一起聚餐 當天他跟我say goodbye的時候 他還跟我說 萬姐後面三天都是好天氣 我要去外拍喔 6月9號 10號 11號 真的沒有想到 在6月10號的中午 受到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我們從來沒有知道會有 這件事情會發生在他的身上 如果我知道說 因為他前一天還有一個好朋友 也是我們的靈天航空的飛行教官 在兩年前也因為喜愛子 然後從直升機墜下的時候 那時候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難過 還為了這個教官 還剪了一支影片 那個時候我們如果知道 真的是這麼的危險 其實我們應該要阻止他 就用無人機來拍 可是他就像剛剛文切姐講的 他覺得無人機 因為它都是廣角的角度 他沒有辦法拍得非常細膩 他沒有辦法做很大的一個伸縮 他就是個廣角 他拍一個電影如果90分鐘 都看廣角 那你其實是視覺會受不了的 因為他沒有那個細膩度 所以他還堅持要放直升機 那在他這麼快速的過程 在那麼驟然就這樣離開了以後 其實我們突然收到這麼量大的訊息 那真的是 陳萌齊大哥自己生前 他有這麼好的一個交情跟友誼 很多的朋友都出來幫忙 那當然我在這邊還要再一次感謝 我們文切姐跟林懷民林老師 如果當初不是他們兩個這樣跳出來 然後幫忙我們辦了一場北中南的一個 飛越台灣攝影展 然後我們當下呢 將我們 文切姐還親自到我們UP公司 挑了30幅的攝影作品 變成有板刺的經典攝影作品來做收藏 我們那一次整個作品呢 在大家的愛心跟支持下 我們賣了2200萬的畫 12歲攝影作品 那這2200萬我很清楚 這個是大家對齊柏林的愛 大家對齊柏林的支持 大家對齊柏林的尊重 所以呢 我知道這筆錢一定要用在齊柏林身上 那而且這筆錢必須要公開透明的 被全台灣的人檢視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基金會 延續他的精神 所以在當下在去年的時候 在下半年 我就覺得這筆錢一定要得以發揮 要能夠被運用 我就決定要成立基金會 那成立基金會的第一個時間 其實我也沒有經驗 我就先拜訪幾位企業界的大佬 也是之前一直非常支持齊柏林的一些企業的老闆 我記得我第一天到企業的辦公室 拜訪那董事長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成立看見齊柏林基金會 希望尋求他的支持 變成我的原始創始人 那時候董事長就跟我講說 他說官吏 他說你有這樣心 我們非常的欽佩 他說可是基金會這條路非常的難走 他說你有想清楚嗎 他說人在人情在 他說人不在以後 以後基金會所有的責任你要一肩扛 他說你以後會變成人見人不愛的萬貫利 我那時候聽不懂什麼叫人見人不愛 他說萬貫利 他說誰會捐錢給你 到最後能夠捐錢的都是你的朋友啊 就憑你的臉去募款 那人家一年兩年人家還願意捐 三年四年以後呢 他說你知道嗎 以後大家看到萬貫利就嚇死了 他來就是要來捐款的 他說萬貫利你以後三十年後沒有朋友耶 他已經想清楚了嘛 他那天把所有的話都講給我聽 那我那時候還這樣傻傻的看著他 我想說有這麼嚴重嗎 我想說我應該還會想到一個好的方法去做更好的一個募款 那可是他那時候又丟了一個震撼彈給我 他就問我 他說你認 他說你記不記得孫運璇院長 前孫運璇院長 我說我當然記得啊 他說你告訴我 他對台灣有沒有貢獻 我說當然貢獻非常大 他說請問啊 現在有幾個人記得 他說你知不知道他現在基金會多麼的難募款 他說萬禮你想清楚了沒有 他說今天一年兩年三年 他要萬禮五年後呢 誰記得齊柏林 只有你自己耶 他這樣跟我講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是被震撼到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你回去好好考慮 他說你考慮清楚了 這條路真的不好走 他說你不是我們企業型的基金會 有企業直接用捐股票就有錢 你是要靠你自己一個一個去募款 那我後來就回去 因為我也很忙碌 因為那時候他後事非常多 那在忙碌之中呢 可是我就後來想了很久 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我要放掉 不要幫他成立基金會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絕境權在我身上 可是我想了很久 我說如果今天我貪得 如果不要辛苦 我不要成立基金會 可是十年後的今天 我萬萬一會不會遺憾 我想了好久 我說我一定會遺憾 雖然我跟他沒有這麼好的交情 可是在這二十年 我們也是一個 一起走過來的朋友 而且我又是台灣阿富電影公司 掛名的董事長 再怎麼樣我們也有走過一段 一起很辛苦的路 所以後來我想說 我為了不要讓自己遺憾 我就願意一肩扛起來 然後我又想了很久 我記得看見台灣呢 齊柏林在拍這個 要絕境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們從來不知道 要有多少人可以看 雖然我們兩個的夢想 希望這部電影有兩千三百萬人可以看 可是事實上 那都是一個夢想 可是不見得能夠成功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齊柏林 他都敢做那麼大的堅持 那麼大的夢 這麼樣的走下去 然後看見台灣被看見 我想我要延續他堅持 這兩個字的理念 為他的理想 為他的夢想 為他的遺願 為他的理念 繼續堅持走下去 所以我在去年 在今年的六月八號的同一天 去年六月八號 他看見台灣二的開進記者會 我說我今年就一定要選在六月八號這一天 他在同一個場地 我跟所有的記者媒體說 去年他在這裡 成立看見台灣二的開進記者會 我在今天這邊成立基金會 我銜接他的夢想 繼續往前飛翔 所以我們成立了基金會 那基金會呢成立至今 大概從六月八號到現在 十一月 也走了這五個月 那在這五個月過程中 我也是一邊走一邊學 真的是因為來得太快速 那我也很急 我剛剛跟文青講說 我個性也非常急 為什麼很急呢 其實就像那個 我們那個創業的 剛剛那個企業大佬跟我講說 他說人是很容易遺忘的 我很怕大家很快忘記齊柏林 所以我很緊張 所以我每天就告訴自己 要趕快往前衝 要趕快往前走 所以我想要成立一個展覽館 我希望透過展覽館 能夠讓大家能夠 在這個場域能夠讓大家認識 那為什麼要成立展覽館 當然第一個呢 我在水線找到一個展覽館 我在因為齊柏林在剛走的時候 我們在松菸 還有在飛越台灣的攝影展 在成品 我們都創下非常多的人潮 我在那邊看到大家的 在進這個展覽館 都幾乎一個小時才會出來 也就是我看很多 我觀看很多人 他們很少看到自己的家鄉 從空中看見台灣 然後每一個人對每一幅攝影作品 都非常的仔細去閱讀 而且都非常的安靜 在那個展覽館裡面 所以我才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是需要被大家看見的 所以我會覺得 然後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 而且我們現在成立幾句 是一個公益的 我希望把齊柏林 他這25年在空中 所有拍的 將近三四十萬張的照片 然後這樣數千個小時的影片 能夠整理出來以後 能夠被全台灣人看見 那這個展覽館 我希望他能夠成為一個 台灣未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環境教育的場館 我也希望每一個人進來 都能夠感受到這展覽館 給他的一個影響力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空中 這個齊柏林給他的影像 大家可以從這個 雖然我們沒有飛上到直升機上 可是這個場域裡面 我有營造一個 在直升機上的一個感覺 大家可以在這個空間 可以看到環境無限的大 那個自然空間是這麼的偉大 我們人是那麼的渺小 我們應該這個 我們要尊重我們的環境 應該要跟它共存 而不是要破壞它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希望能夠把這個展覽館 能夠非常用心地把它展覽出來 也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個展覽館 大家能夠看到齊柏林 他當他25年中在台灣 他所做的紀錄 我剛剛在來的高鐵路上 我還請教歐董 我說在第一檔的 在第一檔的那個展覽 我們這個定義叫做島嶼的記憶 就是影像台灣 為什麼是島嶼的記憶 齊柏林真的在25年 他真的是有心 一步一步把台灣記錄下來 而且他的記錄 都是用同一個畫面 同一個角度 把台灣的一個變化發生 被看見 像去 像我想 大家有如果看過那個島嶼咒明曲 那我們現在我們也接續在做 像譬如說日月潭 或者是九份二三 那齊柏林早期 他從1990年用飛上山上去拍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張 譬如說1995年 他拍了一張日月潭那個 那個拉魯島 那個叫拉魯一個小島 可是在1999年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南投都被震壞了 然後連那個小島也都被震沒有了 那這樣的畫面 齊柏林也把它記錄下來 到現在的大家再去看日月潭 中間那個島光滑島 就比較大 又重新被建設過 像這樣子的畫面 他都有被記錄下來 那這對台灣其實是非常有感情的 那台灣所有的整個紀錄 都在齊柏林的紀錄之中 被大家能夠 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整理 能夠讓大家能在這個空間能夠感受到 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能夠知道說我們的環境 是需要大家一起來保護的 其實講到這邊講了一個小故事 我想齊柏林他真的是以身作則 在做每一件環境的事情 我記得在2013年我們上映之後 2014年有一次大陸有去邀請他去演講 因為那次是我幫他安排的 那所以我就跟著他一起去大陸 那在大陸 我們講說他有帶伴手禮嗎 帶伴手禮 我突然一忙 我就忘了帶伴手禮 我就急急忙忙在那個 就買了一盒包裝很漂亮的茶 因為大陸人就想要說 看看包裝會比較值錢 我就買了茶 我正要刷卡的時候 齊柏林就走過來就敲敲我 他說萬姐不要買 我想我去看看 我說怎麼能不買 我說去人家一定要辦手禮 我以為他叫我不要買茶 不要買半手禮 我說當然要買 我說去人家這樣很不懂事 他說萬姐 你都沒有仔細看那個包裝 我去人家這樣很不懂事 我說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包裝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你看清楚 因為他不好意思 因為電影就在我們前面 他就一直叫我不要買 我說到底什麼 我急急看 他說你再看 我再看清楚 他們寫高山茶 他說萬姐姐 你都沒看見台灣 上面就跟你講說 不能喝高山茶 你還買高山茶 我說我哪知道 我想要買伴手禮 所以我真的常常被他糾正 他真的是有在一步一腳印 為台灣環境在做事情 那我就覺得這樣子是 所以他有影響到我 所以我現在做很多事情 我在做的時候 我雖然不是一個什麼 環境的教徒 所以我要做到多麼的 多麼的向要求 可是至少我覺得看見台灣 他今天就是要求我們 每一個人看完之後 你是不是能夠從你的色身 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只要你願意不要吃高山茶 你不要吃所謂的高山蔬菜 那台灣的整個的那個 這個種植就不會被 那個大山就不會被看產出 那事實上 在下一次風災來的時候 它的土石流 就不會從山上一傾而下 把那個山下的災民 都這樣淹沒 所以我想說 這都是齊伯瑩他 所留下來給我的一些 一些省思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我想說非常想跟大家做分享 那最後我想說基金會大概有 現在大概有五個計畫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當然這個是計畫都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個叫做數位點藏計畫 因為當我承接在他這家公司的時候 因為這八年其實我只是支持他 可是因為我自己有這家公司 我並沒有走入這家公司去做任何經營 所以突然他走了以後 我要進這家公司 其實我對他的狀況一點都不清楚 那我去他公司 我就問同事 我盤點他的項目 當我發現他將近有十萬張的底片 以前早期那一葉零的底片 然後將近三十萬張的數位檔案的照片 他通通都還沒有整理出來 還放到房超櫃 一個櫃一個櫃的裡面 然後還有數千小時的影片 都在放在我們的一個機櫃裡面 就放我們的儲存檔裡面 所以我當下第一個就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資產 是全台灣人的資產 我必須要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有第一個計畫 叫數位點藏計畫 那數位點藏計畫 我很希望是能夠跟很多學校的 相關科系來合作 因為我需要有人來幫他做關鍵字 因為每一個照片 他要很好被放在網站上 他要被搜尋的話 我們除了要被挑片 挑出來之後 我們還要去做GPS的定位 定位完之後 我們還要做關鍵字 這樣去搜尋才會比較方便 那因為我現在場域的人不多 所以我現在有個志工計畫 其中之一就是數位點藏計畫 我希望跟學校做一些見教合作 讓學生可以同時看到他的照片 也同時可以做關鍵字 也能夠同時看到他的影像 是多麼的有震撼 第二個是做環境教育 因為我覺得台灣 像我們這一年 我接觸到比較多的一些學校的老師 因為我很想要把齊柏林 把他拍的所有的資源 能夠讓台灣的青年學子能夠看見 所以那時候問了很多老師 其實我現在知道現在中小學 其實沒有單獨的一個環境教育的課程 他可能在國語課本或地理課本 有那麼一課他會介紹一下 可是他們有一個有系統的一個教育方式 所以我就跟一些志工老師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齊柏林所有的影像 我們照出來 我們每10分鐘剪一支影片 因為我們看見台灣是93分鐘的影片 他在課堂上他沒有辦法放完一支影片 因為一堂課大概50分鐘 那後來我就發覺我們其實後來 我看過齊柏林還有另外一個叫鳥看台灣 我當我在去看他這些影片的時候 一支都是10分鐘 它是非常好的一個教材 都是有主題性的 我就跟我們的公司同事說 未來環境教育 我希望透過一些專家學者 透過志工們幫我講這些影像素材 透過一些有系統的把它編內成不同的題目 每10分鐘做一支影片 然後在每一支影片 搭配一個環境教材 然後我希望能夠推廣到各學校 那方式有什麼方式 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一個有可能透過一個教育部的方式 能夠發送到所有學校去 另外一個也有可能是我們的志工老師 他可以到每個學校 過一堂課的時間去 他們學校去做一步一步的去上課 將這些影片能夠慢慢的把它推廣出來 那第三個的計畫就是 我們要尋找下一個齊柏林 其實不是一個齊柏林 是一群人 因為大家常常問我說 其實我現在最怕回答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看見台灣2還要不要拍 看見台灣2要不要拍 我常常回答是這樣子 看見台灣2這部電影 永遠放在我萬貫林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我從來不敢忘記 我也不會遺忘這件事情 因為那是齊柏林最大的遺憾 我想這件事情 我一定要想要把它做起來 可是在現階段我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齊柏林不在了 在拍的看見台灣2 也不是齊柏林的看見台灣2 那我就需要能夠集結全台灣人的力量 一群大家愛環境的 一群喜歡影像的 喜歡紀錄片的工作者 我們集結在這個平台 大家一起來來完成看見台灣2 為台灣自己拍出看見台灣2 那這過程中就需要尋找更多的人 來到這個場域來 我也希望我有這個能力 每一年我都能夠發表一支影片 我有可能是看見2019 看見2020 看見2021 每年發布一支影片 那這個 就是台灣像天下雜誌每年會有個金融的白皮書 我不曉得我有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每年我也發表一個 在台灣的所謂的環境紀錄片的一個影像白皮書 然後每年檢視一支影片出來 然後對台灣的環境 能夠做一些提醒 不管是提醒政府 喚醒民眾的角度 我想我要做這樣的事情 當我們水到渠成 有這麼多的影像素材 或者有這麼多的人集結到這個平台 我們都認識之後 大家有默契了 或許下一個看見台灣2 我們就有一個機會 這是我對我自己的一個夢想 那最後呢 當然最重要就是 我們還 最重要就是 就是我們想要把台灣的 我想最重要其實台灣 最重要就是要把環境能夠推出來 那尋找 我剛剛沒講完 尋找下一個齊柏林 還有一個叫培育小小齊柏林 因為我們想說一個就是 怎麼樣在一個大的空間 能夠讓他們有個展現 另外一個小的空間 就是我們想要培育下一個小小齊柏林 那小小齊柏林 然後透過我們這樣子一個 看學校的一些 我們透過一些暑假的一些營隊 然後能夠讓大家 能夠到這樣子的一個空場域 然後我們一起來為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一起來了解環境 了解一些我們台灣需要注意的問題 更重要我要帶著他們 一起來使用無人機 來拍攝他們自己的家鄉 讓他自己來了解他自己的家園 然後認識然後看見 然後他更去由他的感染力 去感染到他的同學 一起為台灣做一些事情 我想這以上大概是我們這些計畫 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如果看見齊柏林的基金會 要辦營隊 我希望今天在場的你們 有人可以報名 第二我想請問問管理董事長 他們可以做什麼 除了他們可以報名之外 其實這個 你不一定什麼事情都要企業家 我常常覺得小額目快 同學們從自己的零用錢裡頭 撥一點點小錢 或者去買一個你們的閱歷 放在她的某個地方 或是放給她某一個生病的朋友 都是很好的環境教育不是嗎 是不是 對不對 是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好朋友叫田秋景 我們兩個人從 所以就是墨逆之交 墨逆之交 當時有一些 生活上的理由 朋友上的理由 個性上的理由 互補的理由 那 後來她就一直留在民主進步黨裡頭 然後就變成一個環保立委或什麼的 那我後來就離開了政治 也離開 我先離開民主進步黨 後來離開了政治 那她很知道我的個性 也知道我為什麼會離開 可是她跟我在某些部分不太相同 但我們兩個就一直維持很好的友誼 然後前方一死那天 她就大哭特哭 就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跟她說 我告訴你 哪幾個市長 哪幾個人是我可以處理的 所以那個時候 當談到環境教育 我就知道說 各縣市政府都可以買公播版 什麼叫公播版 就是給100萬 然後呢 讓所有的學校都播放 這是最快的環境教育 那我就打電話給朱立倫 那我一打一碗電話 第二天就買了 那我就分配她幾個縣市 因為那時候大概大多數縣市的執政黨 都是民主進步黨 她一個都打不成 我說你是怎樣啦 你民主黨要贏 也不要給我贏那麼多縣市這樣子 你怎麼一個都打不通 後來搞了半天 台北市也不肯買 桃園也不肯買 我告訴你 台中也沒有買 什麼原因 因為國民黨的黨主席 洪秀珠做了一件事情 他公佈了齊柏林 國民黨黨員的黨政 因為他爸爸過去的背景 他們小時候就參加了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什麼事也沒有做 我不是說整個國民黨 我是說黨中央什麼事也沒有做 那個黨主席曾經是我的朋友 可是這個事情我要特別說出來 就是說其實政治如何分割跟毀滅掉 我們對一件事情起碼的認識 我想給今天來上課的同學 一句很誠懇的話告訴你們 我自己年輕很小的時候 台灣當時是戒嚴時期 所以我也是一個參與政治 但是我不是狂熱分子 但是我告訴當時的戒嚴體制 我不想你屈服 只是這樣 那你現在也沒有活在戒嚴體制 但是我想告訴你們一句話 我們這整個社會 已經被政黨強烈的認同跟仇恨 剝奪掉很多人最起碼問題的良知與常識 有什麼理由齊柏林死了以後 就算洪秀珠公布她是國民黨黨員的黨政 其實民黨現在有好多縣市首長 因為我是早期的黨外 也就是我是他們的創黨黨員之外 還是屬於元老級的人 他們現在有很多人上次總統 到很多人當年都是國民黨黨員的 那怎樣呢 就因為這個東西你們所有齊柏林都看見台灣 縣市學校就不肯買一百萬公布板 來教育所有的小朋友嗎 就這樣嗎 所以她剛講的一半我突然想到說 我最近選舉變天了 又可以來賣一堆公布板 到各個學校裡頭去 我當時成功的只有賣掉三個地方 一個就是新北市 一個台東 一個華蓮 然後屬於田秋景的 我後來把她罵了一頓 我說我本來覺得民進黨贏也有它的道理 因為原來执政黨沒有做好 但你贏也不要給我贏那麼多縣市 搞到我們什麼事都推動不了啊 那我並不是說換了政黨就很好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我現在講出來的故事讓你們會很驚訝 我們這個社會可以在政治的這個金庫咒之下 它變得多麼的殘忍 多麼的沒有良知 你把看見台灣 在台灣的各個學校裡頭 去教育這些小孩子 跟中學生 請問這件事情跟政黨有什麼關係 You don't have to 你一點也不必要 那台北市沒有買的理由是什麼 我也搞清楚 後來有一個人跟我說 哦 因為齊柏林得罪了市長 我說什麼事啊 其實齊柏林常常幹一些事情 跟這個社會呢 很多人想要的是不一樣的 八八風災還要趕快看見台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八八風災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能量 就是要叫劉兆璇滾蛋 叫那個八八父親節去吃地瓜稀飯的行政院秘書長 削香川下台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東討論西討論 但齊柏林看到了一個沒有人看到的東西 他不只看到小輪村的滅村 他看到了沒有人住的中央山脈 全部都變成光秃秃的一片土地 我在Google地圖也看到 你們整天都上Google 可是你們要去相信政治 那對我來說 當時我也去拍了一個政府 後來我們剩下的 因為我募款比起玻璃容易一點 那我們後來剩下的錢 就給了看見台灣 就希望能夠幫他辦一個展覽 其實目的是透過這個展覽 找出一個名義 買他的版權 然後再交很多人捐錢 就希望能夠變成看見台灣的一些小錢 那也沒有很多 只有幾百萬 可是呢 我很清楚知道說 有些事情叫做氣候重大變遷無關政治 後來我去訪問那個 美國一個非常著名 現在已經往生的Stanford教授 他是聯合國IPCC 就是跟Al Gore一起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那個 IPCC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當時寫白皮書的第三組的召集人 叫Schneider 他告訴我說 你們在台灣阿里山所下的雨量 是人類歷史上的極端值 不是台灣 也不是亞洲 是人類歷史上的極端值 是2800多毫米 在三天之內 Nobody can sustain that 那你們錯誤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既然這麼大的極端值 你就要想到災害 所以應該立刻撤存 所以那時候有個苗栗縣長 他現在名聲很壞 我要幫他講句話 那個人叫劉振宏 他叫警察 必要是要拿槍所有的人都給我滾 這樣子 他拿出這個魄力叫所有的人都走 所以他名聲很壞的原因是 何多別的事情 有些也未必正確 有些大家可以去評論 可是當時八八峰在苗栗 一大堆山崩下來 那裡沒有太大的災害 為什麼 因為還叫人家撤存 他有一個老阿公說 我早就要在這裡 我死也要死在這裡 我早就不走 他就叫警察說把他打婚 我叫他走 然後那個人就說 你把我打 你把那個管長說 我早就不讓他打票 劉振宏就說 叫警察跟他講 因為他是那個地方的村長 他不走 其他人都不走啊 他就說你跟他說 他不走的話 他連投票給我 跟投票給別人的機會都沒有 他明天就死掉了這樣 那時候沒有做到的 就是沒有及時撤存 那跟我們政府單位 有一種奇怪的習慣有關 我每次給人家發布 土石流警戒區 一發布 發布兩百多個 那要怎麼撤 所以大家都覺得兩百多個 應該都不是真的 這樣 可是那一次就來真的 當然我也是那一次 強烈的感覺到 你不要以為氣候變遷 不會發生在小小的台灣 它會發生在美國的Catrina 它會發生在加州野火 它發生可以一個世界地圖裡頭 很不起眼 不是聯合國成員的小小的台灣 然後變成是歷史的極端值 那所以齊柏林就發願要拍這個影片這樣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最好的環境教育 可是我們每次發生什麼事情 像很多問題 我很不喜歡把它政黨跟政治化 因為這裡頭想要把它政治化的人 是想要奪權的人 他不是想要解決問題的人 可是齊柏林是想要讓喚醒大家的良知 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我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於眾心長地告訴我們在座的年輕人 台灣的政治現在並不好 可能有些人不錯 大多數的人以個人的權利為他一切的目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看政治 但請更關心政治以外的其他議題 你會看到哪些事情 是你真正應該投入的事情 因為現在這種權力的鬥爭方法 它很能幫台灣 或是幫我們的各種問題找到出路 但我並不會完全否定政治 只是我覺得目前 像孫英勳這種人太少了 像歐靖德這種人太少了 像李國鼎這種人太少了 他不顧自己個人的榮華富貴 替國家奉獻的人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頭的政治 叫做loser 他們是失敗者 而當那些有理想的人變成是失敗者 比較沒有理想的人變成成 我講的不是執政跟不執政 即使是在野黨也是一樣 我講的通通都一樣 所以 剛才還在談環境教育 我希望各位你們如果都有臉書 有各種不同的可以 每個人在看你們的身上 可以做一點事情 那現在博克萊書店跟成品 都有在賣齊柏林基金會的閱歷 那也有 你們可不可以接受小額捐款呢 我們都有一直在線上 基金會有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這樣想 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有個網站 那我們捐款是從一百塊就可以開始捐 你看他很好笑 他都要我跟他講他才講出來這樣 卡卡 那規定你今天晚上回去捐一百塊 可以嗎 好 謝謝 我們感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他們的下課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 他們下課時間找到 可是都沒有人走開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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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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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